哈喽,大家好,我是越南阿碧 我家湖南农村 虽然还有人这样问我 你什么时候跑 真的好笑 他说你们越南人家到农村 两三年就跑了 因为受不了苦 傻傻的 没钱去回娘家 所以受不了 所以就跑了 就算有了孩子了 还是有人跑了 然后他就这样问我 你什么时候跑呀 我说如果我选跑的话 我真的早就不会扎过来了 因为我跟我老公是自己谈的 我还没扎给他的时候 我已经来过他扎了 我很清楚他扎你是怎么样的条件了 可是我还是愿意扎来了 所以我愿意扎来了 我现在都有孩子了 我肯定不会跑了呀 我是不忍心把我孩子抛弃了 因为总怀孕啊 然后生下他就是带他都是我一个人的 所以真的他是我的命啊 不是说想跑就跑呀 如果我老公对我好啊 就算总我还是在这边的 因为人是要有感情嘛 不是冷血的人怎么可能是自己的孩子都不要了呢 是不是呀 所以很多人就是扎来了 还是跑 还是选择跑 有些人真的是他心不好 他不愿意出苦 也有些人跑也是有原因了 他们可能是内心有苦衷了 过不了了 所以他们才选择抛弃孩子 跑回越南了 所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他们也是自己有苦衷 我们是外人 我们永远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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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永远不知道的